可是我们现在都被身体感官走诱 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念头被我们身体极限 有的欢迎不欢迎很强烈 所以我们那个情绪或者都讲修道人不可以有情绪 不能漏入情绪 一漏入情绪可以想想看讲不讲理 绝对不讲理 情绪那不理好讲 那讲不通 所以修道人要来真理之中 不能漏入情绪 一有情绪那自己就先障碍了 自己先障碍自己 跟别人就没办法普通 那我们不要漏入情绪 时时刻刻都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是那个波罗庙智慧 黑黑都会呈现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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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